女性的身体结构很复杂,尤其是子宫,它是女性健康的基础,只有确保子宫的健康,身体才能正常运转并享有做母亲的权利。 但是现代女性爱美,喜欢秋冬穿超短裙,露脚踝的裤子,露肚脐的衣服,长此以往,很容易患上妇科炎症。 特别是最近有很多久有留言说自己月经量变少了,月经推迟了,有没有思考过子宫对女性的重要性? 月经是子宫的排毒期,当月经再次来临时,如果子宫能迅速排出毒素和垃圾,子宫的内部就很干净,身体健康,可以预防妇科疾病等。 如果月经量不能顺利排出,由于血块引起的痛经,会增加发炎的风险。 如果子宫中集聚了太多的毒素和垃圾,她也会向您发送求救信号,女性朋友不要忽略她。 女性身上有两个部位,可以时常看看,如果变黑了,就说明子宫的状态不好了。 两处变黑一黑嘴唇女性朋友的嘴唇红润有光泽,代表身体的气血充盈,身体健康。 如果您在照镜子时看到嘴唇周围发黑,则应保持警惕。 有的文章直接就写是子宫有垃圾没有排出来,这完全是一篇改全。 如果嘴唇黑就是子宫有问题,那男同志该怎么办呢?男同志可是没有子宫的呀。 其实,嘴唇变黑是身体内有淤堵和寒邪的表现。 因为体内有寒邪和淤堵,导致气血循环出现问题。 人体气血不好,就好比一棵树没有了水分的滋养。 树形肯定枯搞,叶子都黄了。 那嘴唇怎么可能红润有光泽呢? 在上树的大肋目下,女性嘴唇变黑。 也可能表示子宫中淤堵和寒血尚未从体内排出。 此时,应及时进行治疗和调理。 也许这正欲使着妇科炎症的到来。 而妇骨沟变黑,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, 妇骨沟变黑代表淋巴受堵了。 因为这一个区域的淋巴特别多。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, 如果女性发现妇骨沟区域在日常生活中比其他颜色更暗, 则子宫很可能向您发送了求救信号。 它表明子宫中有过多的垃圾和毒素, 因此有必要及时调整并照顾子宫的健康。 女性这时候需要进一步揉搓此部分以加速毒素排出或及时调理。 子宫中大量毒素和垃圾的积聚与月经期间的意外有很大关系。 就像现在很多女孩子爱穿露脐装, 超短裤,特别不注意保暖, 会导致失血进入体内便影响子宫健康。 因此必须注意子宫和卵巢的保养。 曾经在大冬天坐飞机, 就看到一个女孩上半身穿了一件外套, 下半身却只穿一条超短裙, 还冷得瑟瑟发抖。 现代的女生为了美还真不要健康了。 子宫的日常保健法, 子宫是女性的健康基础。 其实要保养子宫也非常简单。 这里推荐这套子宫日常保健法, 希望广大女性能好好呵护自己的身体。 毕竟,你如果不爱惜自己, 谁来爱你? 一,保养子宫大法。 按摩四大学位, 一,腰部的命门学, 中医理论认为, 腰围甚至腹, 而女性只有先保证腰部的气血充盈, 便可以有效保证子宫温暖。 其中, 腰部便是命门学所在的重要部位, 且刺血属于肚脉上的重要穴位。 所以, 对于女性因为痛经而出现的腰部酸痛等不是症状, 便可以对命门学进行按摩, 进行舒缓。 这对于防治卵巢囊肿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。 在对腰部命门学进行按摩的时候, 我们可以先将手心对着搓热乎, 然后紧按压在命门学上, 稍微用点力对其进行按揉, 能有效地促进腰部的血液循环, 使得气血更好的滋养全身, 进而在腰部间形成一股暖流。 对子宫产生很好的温序作用。 二, 腹部的子宫学提到子宫学。 我想很多女性朋友就已经明白了很多。 子宫学可谓是女性朋友的浮学, 经常对其进行按摩能很好地对子宫产生极好的保护作用。 对于刚生完孩子的孕妇而言, 此时的子宫处于相对虚弱的状态。 而通过对子宫学进行按摩, 能很好地促进子宫的正常收缩, 既能很好地减少子宫不良出血的症状, 更好地促进子宫进行恢复, 使得子宫内的恶禄更好快速地排出体外。 对于维护女性子宫健康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。 子宫学位于下腹部肚脐中心处大约四个手指的部位, 对其按摩的方法也很简单一行。 在对子宫学进行按摩的时候, 双手相互交叉, 然后叠放在小腹中间的位置。 仅仅按压在腹部并进行按摩, 手部的力度不能过重, 以免对腹部内的脏气产生不良损伤。 此外以腹部有热力的感觉为宜, 并且经常对子宫学进行按摩也是调理公寒的主要手段。 所以说, 对于一些患有公寒的女性也可以试着对子宫学进行适当的按摩哦。 三、腿部的三阴教学, 三阴教学对于女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学位, 此学位于小腿的内侧, 也就是脚踝骨最高点的位置。 经常对其进行按摩不仅能有效地滋养子宫, 同时对于延缓衰老还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。 三阴教学是皮、肾、肝这三条经络相互交汇的重要部位。 而中医理论中认为, 皮生血、肝藏血、肾经生气血。 气血是女性之根本, 只有女性的气血充足。 一些因为子宫所引起的妇科疾病都能得到不错的调节作用, 同时也能从内而外透出红润的光泽。 其中,每天晚上七点左右, 对三阴教学进行按摩条理, 效果更好。 因为此时是圣经最为旺盛的时段, 此时按柔三阴教学能更好地疏通任脉。 独脉充卖着三条重要的经络, 从而有效地改善气质血域的状态。 四,首部的劳工学在首部第二和第三个掌骨之间位置, 也就是当首部轻轻握全的时候, 种植间所对的位置处便是劳工学所在的重要部位。 此学是心包经的重要学位, 更是人体内能量的重要转换部位。 所以,女性经常对首部的劳工学进行按摩, 能很好地促进体内阳气的生发, 使得身体内不断产生能量。 子宫是全身最怕冷的部位, 洗温勿寒, 所以经常对劳工学进行按摩, 实则相当于为身体内注入热量。 于是,通过热力的作用, 使得子宫产生极好的温序作用, 并将体内多余的寒气逼出体外, 起到极好的暖宫作用。 中医认为, 寒气是万病之源, 只有子宫温暖起来。 寒气散去, 自然能减少很多疾病的产生。 其中, 对于很多本身就体寒的女性来说, 经常对劳工学进行按摩是极好的暖宫防病的方法。 在对劳工学进行按摩的时候, 全身放松, 处于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, 然后找准劳工学所在的部位, 轻柔地进行按压, 对此处进行持续的按摩。 也可以敲击, 每次按摩时间保持三分钟左右便可以。 另外, 对劳工学按摩的时候, 手部的力度可以稍微加重一点, 能更好的达到刺激穴位的作用。 二, 保暖工作不可忽视保暖, 保暖, 保暖,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 少穿要美不要命的漏气装和超短裙了, 少吃或者不吃生冷的食物。 现代女性最爱水果当饭吃, 牛奶当水喝, 其实这些生冷最容易让我们女性健康出问题。 生冷食物, 适当吃, 不要当饭吃。 三, 这几种零食可尝试。 一, 无花果干, 女性朋友在月经期间可以多吃些无花果干, 以补充气血, 帮助排毒。 还可以保持体内内分泌平衡, 促进雌激素分泌, 促进子宫和卵巢健康。 二, 甘蓝莓平时吃适量甘蓝莓, 可以帮助保护子宫健康, 还可以起到美容作用。 特别是长期试用, 这个小零食还有淡化雀斑的作用, 还可以帮助消除子宫内的毒素和垃圾。 三, 红枣, 女性朋友喜欢吃红枣, 因为它具有补医气血的作用, 还可以起到良好的保健作用, 预防贫穴等。 在月经期, 坚持喝红枣有助于保暖供电排毒, 减少子宫中毒素的积累, 使子宫清洁。 第一尸体 感谢观看